伴母方堂一见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取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 水是生命之源,今天这个单元,未有源头活水来 介绍的是清朝时候高雄的活水源头,曹公尊 首先要介绍一位专家,也是我的好朋友,林凤庄老师 凤亦咸喉,如意草,下车害见也红薅 开渠饮水天无汗,僻壤沉愁地有高 至夜西门宫并住,岛河下雨鸡同高 清流不息人何在,慈庙长存济伟劳 林凤庄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辅系,中国文学系毕业 现任正修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文史科召集人,专长为清末的改革思想 与台湾近代学历史 凤庄,感谢你来到了我们的摩克师教室 你的名字当中有一个凤字,似乎人生注定和凤山结缘 刚才影的诗当中,提到凤山因为治水而解除汉象 功臣是一位姓曹的人士,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曹景 能不能谈谈你为何对水利时感兴趣呢? 这要从我的家庭环境说起 我的父亲二叔和舅舅以前都曾在高雄农田水利会工作 家里又是雾龙的 因此自然而然对农田水利就产生了极高的兴趣 而谈到高雄这里的农田水利一定要谈凤山平原的曹公寸 那请您先讲讲凤山地名的由来 凤是白鸟之王,象征吉祥的锐鸟 早年先民渡海来台,他们看到高雄屏东交界的小港 林园大辽一带的条状丘陵地带 加上旁有两小三夫,像一只凤鸟张开翅膀要飞翔的样子 因此他们就把它叫做凤山 凤山丘陵是沉西南东北左向 头朝西南,尾朝东北,隔高平溪与屏东相望 其西南头部有一轮型山丘,圆润四笔,附于凤山 丘陵主体叫凤笔,现在称凤笔头 其东北有山,臭肉如软,叫凤蛋,俗称凤软 凤山早期有没有什么传说啊 有的,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 凤山地区有一块石头 突然裂开,这不是西游记 所以没有跑出一只猴子 这一块石头裂开之后 大家发现里面有蹭纹 上面写着凤山一片石 堪荣百万人,五百年后闽人居之 另外还有一种版本是说 古时候有个垫龙 在开垫时,突然发现一块石头 上面似乎还有些纹路 在好奇心驱使下,他走进观看 咦,上面居然刻着三明水绣 闽人居之八个字 今天的凤山只是高雄市下属的区域 但在历史上不是这样 请你谈谈凤山的演变吧 明镇时期的凤山是万年县的辖区 郑成功在西元1661年打败荷兰人 然后统治了台湾 将台湾改为东都 并且将荷兰统治时期的热兰遮城 也就是现在的安平古堡改为安平镇 普罗平遮城,现在的赤坎楼改为陈天府 在陈天府以北设天心县 以南设万年县 天心县的县制位于现在的台南加里 而万年县县制所在 就是目前的高雄市走营区 正经时期将东都改为东林 天心万年两县则改为周 所以今天在台南有东宁路 国立成功大学也有东宁校区 而成功大学的校民 也是为了纪念郑成功的 其实台湾有许多的地名 像走云、前镇、柳云、林凤云等 都和明镇时期的军团政策有关 听到了林凤云 可不要以为那是产牛奶的地方哦 等到施郎攻下台湾之后 清廷在西元1684年将台湾纳入版图 改东林为台湾 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 在台湾府下面又设有珠楼县、台湾县和凤山县 现在的凤山就归凤山县管辖 不过早期凤山县的县制是在匹宰头 也就是现在高雄市的走云区 在林爽文事件后 县制才改设在下匹头街 就是现在的凤山区 我们为了区分就把走云区那个称为旧城 而凤山区的为新城 从清初到1895年 台湾归日本治理 台湾府下属的县、县、县及行政单位 因开发所需而陆续进行调整 那台湾之名就这样出现了吗 那是官方正式采用台湾之名的开始 关于台湾名称的由来 有一种说法是由大元这个音转过来的 那在日据时代呢 当时台湾称凤山街 属高雄州凤山郡一首管辖 现在的凤山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1945年台湾官务后 废凤山街改称凤山镇 成为高雄县县制守在地 或升为县辖市改称凤山市 民国99年 即2010年12月高雄县市合并 高雄市改为凤山区 成为凤山市改为凤山区 成为高雄市的辖区 凤山有许多不错的公共建筑 我介绍几个 高雄县政府现在称凤山行政中心 高雄县议会 现在称高雄市议会 富佑青少年馆 大东文化艺术中心等 我们郑秋科技大学挺有意思的 大门的地址是属鸟松区 但后门出去就是凤山区了 所高雄市的工业及港口发展影响 民国60年代及1970年代 劳工人口大量涌入 高雄人口增加 凤山区现在很热闹 前面讲了这么多明清时代的历史 有没有留下古迹呢 有的 比如平城 驯峰 城南 山座炮台 凤鱼书院等 我们可以 这些古迹想象 几百年前的情境 曹公寸 并没有荒废 干涸 有些区段 也规划得很漂亮 哇 那就让我们沿着潺潺水流 随着课程进展 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吧